接眼张文祥赐马案大结局 眼看呢 咱们这故事就接近尾声了 我想了想啊 该走出来的人物全出场了 那么现在该谁犯难了呢 不是我 钦差大人郑敦锦 他呀得想想怎么结案了 如何的把这个结案结果 承报给朝廷 那么说这郑敦锦 真的就一堂没审张文祥吗 当然不是 郑敦锦肯定审了 只不过我没让他审 因为咱们讲故事讲的是流程 哪也不给您说段落 所以咱没时间呢 安排这钦差大人郑敦锦 二审张文祥一案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想啊 即便郑敦锦审了 也是草草走过过场而已 您想啊 这郑敦锦呢 风尘仆仆顶风冒雪的 来到了江南 那是大年三十到的南京 其实呢 没出正月 他把这案子就结了 您想去吧 有那么多的庞之末节 需要他挨过的旅 而且啊 需要这个卷宗查阅 以及呢 案情调查 所以说他哪有什么时间 去升堂细细织织的审案呢 升堂审案呢 本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 我就没给他安排 是个重要的环节 您算起吧 这清帝国的大司寇 郑敦锦 久力刑狱 他本身呢 就是这大清国呀 司法的最高长官 他心里啊 实际上明镜似的 现在呢 距离这个两江总督 马信仪遇刺 已经过的六七个月了 那黄瓜菜呀 早就放凉了 你刚把这个罪犯 张文强逮着之后啊 让他滚几回热堂 可能在审讯当中 就能揪住一些旁之末节 无论他口供上 有没有招对 捋着这些旁之末节 就很可能顺藤摸瓜的 能捣出幕后主使 现在再审 无论你怎么用行 这张文强心里啊 已经啊 把这个案件呢 遮了好几个个了 早就踏实 早就辞实了 你怎么问都是那句话 并且谁又能保证 在这半年期间 没有人跑到大牢当中 和张文强创共 把这件事 编得更圆滑了呢 所以说这郑敦锦 来到江南啊 只是做调查 哎 审啊 还审那个大和尚啊 审 现在这郑敦锦琢磨 和谁也商量不着了 这大主意啊 只有自己拿 哎 自己带来的两名亲信 刑部的两名主事 这满郎中啊 叫伊勒通阿 汉郎中啊 叫严世章 他们二位啊 给自个儿拿不了主意 并且呀 很多话呀 都不能跟这二位说了 哎 怕吓着他们 那现在啊 据手里边啊 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案情的大方向有了 那真要是再审再查 那么就只有啊 哎 两条道 一条道呢 就是查长江水师 从这个皇义生日开始查 好查吗 好查呀 让兵部传些话来 哎 一道狱把黄义生逮起来 然后就是所有有嫌疑的将官挨个问话 可是这么一来兵变又怎么办 黄义生是什么人 黄义生啊 是曾国藩的绝对亲信 这曾国藩呢 很多非君子道的事啊 其实都是黄义生办的 什么那个小妾呀 哎 什么办个这个寿臣呢 要不接 呃 贿赂个上司啊 就是给京城的王爷 鬼子溜送礼 都是通过黄义生的手 这郑敦已经想了 一旦长江水师滑遍在江南 有人能压得住吗 有 曾国藩能压得住 哎 可是曾国藩会不会出面谈压呢 又是一回事 到时候曾国藩说呀 他管不了黄义生 你也拉不长 压不扁他 那咱们换条线查 咱们查这个太平天国圣库这块 那查谁呀 查曾国权 曾国藩的亲兄弟 就是他带人打在南京城啊 攻起来之后一把火烧了天王府 他告诉朝廷啊 这太平天国没圣库 就有两枚玉玺 大家都传说呀 这太平天国圣库当中 藏了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呀 是一个翡翠西瓜 据说呀 这是乾隆爷的宝贝 哎 一直藏在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流落民间 就被红色泉得着了 就藏在圣库里 这圣库既然没有 这东西自然也没有 可是后来呀 哎 有人传说 这东西现在呀 就在曾国权他们家呢 这曾国权在自己的老家呀 盖的这座豪宅呀 那耗银又何止百万呢 那这钱都打哪来的呢 兔子头上的狮子 那简直就是明摆着 那旅是这条线查吧 查 不好查 曾国权何等人物 在乡君当中的微信呢 仅次于曾国藩 哎 虽然这马新仪总督 我才抽了乡君 那么说这些乡君都去哪了呢 嘿 我跟您说呀 没有几个回湖南的 都流散在呀 这江南极省当中 有家眷的占据了城里 这会的江宁城啊 也就是南京 有人就说呀 别叫江宁了 干脆就叫相伴城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说呀 现在南京城里 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户啊 哎 都是乡君 以及乡君的家属 这是有家眷的 没家眷的 也没离开江南 据说呀 哎 多一半都入了割老会了 那现在动曾国权 那曾国权真逼一呼 这江南保不齐 就又出了一支太平军呢 那这太后 让我来江南复查此案 是什么意思呢 对呀 这些事 既然我想到了 这两宫皇太后啊 肯定也早想到了 她明白了 这太后啊 是想要个十句 好挟持住曾国藩 以及曾国藩的乡君救部 如果再这么查下去呀 无论是查得出来 查不出来 我两头都落不着好啊 还是那句话呀 真查得出来 有人管得了吗 朝廷管得了吗 想到此处 我这郑敦锦感觉呀 自己就像这死鬼马心仪一样 已然呢 被朝廷与乡君两方之博弈架到了火堆上 我这就别等着不明不白的 让人害死在江南了 干脆呀 结案吧 于是啊 这钦差大人郑敦锦 怀着最后一丝希望 找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 他打算让曾国藩呢 再给他指条路 看看呢 有没有更圆圈的方法 把这些事情奏报给朝廷 好 这曾国藩呢 也真拉起脸来了 对他呀 只有一句话 看来呀 这大司寇 你我二人也只有 按照当时魁谕 梅启诏 以及张之万三位大人的审理结果 奏报朝廷了 于是就在同治十年 也就是1871年的张月刚过 紫禁城当中的慈禧皇太后 慈安皇太后 以及同治皇帝 就收到了江南钦差大人 郑敦锦的结安报告 这份报告啊 沿用了张之万当初的审讯结论 张伟祥行刺马兴一案 与他人无关 实属个人恩怨 在最后啊 又出现了慈禧太后 最讨厌的那四个字 该犯供词尚属可信 随后不久啊 这张伟祥就在南京城 集市上最热闹的地方 被灵池逐死 并且啊 这马新仪之子 马玉珍是亲自摘心掏肝 把仇人的心肝祭祀在了 马新仪总督的灵前 到了同治十年的七月 这马新仪总督的灵就 被运回了老家 山东和泽 葬入了马氏营地 这朝廷啊 也算对得起马新仪 按照这个镇王总督力啊 给了马新仪家人抚恤 并且呢 夹缝马新仪太子太保 入籍了贤良辞 并且同治皇帝 还赐了马新仪嗜好 号作端敏 在这个江宁 河泽 卢州 以及浙江 海棠地区啊 还给这个马新仪立了词 马新仪的儿子 马玉珍呢 是过继子 朝廷啊 也给他加了恩 自此以后 这马玉珍调任京城 成了京官 在刑部任职 后续如何 史料不及被载 咱们也就不清楚了 那这书结束了吗 没有 咱们这部书是以谁为书胆 以谁为梁子跑下来的呀 是马新仪马总督吗 是曾国藩吗 不是 是清差大人郑敦谨 那么说这郑敦谨 结局又是如何呢 非常有戏剧性 您还别不信 完全真是 就在同志十年的春天 这清差大人郑敦谨 见案件已结呀 决定离开江南 两江总督曾国藩送啊 曾国藩说这小山兄 应该在江南再多盘踞几天 人常说呀 烟花三月下扬州 再有那么 十几二十日啊 便是这江南最美之时节 怎么着咱们也不至为 这耽误不起这二十几天 您现在就急着冒着严寒往北走吧 这话呀 让郑敦谨没法接 这个季节虽然江南没景 不过这个地儿啊 是让他既伤心又胆寒 所以呀 还是早些走了吧 于是啊 摇摇头 以示推辞 其实呢 这曾国藩呢 也只是一客气 一挥手啊 命从人拖上来三个托盆 这曾国藩说呀 这是一点穿姿 是我呀 给小山兄啊 以及两位刑部主是准备的 还望三位大人呢 能够笑纳 这两位刑部的郎中啊 那这官职比人家两江总督小好多呢 那曾国藩此举完全是抬举他们 赠点路费吧 不但有这钦差大人郑敦锦的 还有我们两个人的 于是两个人呢 高高兴兴就收下了 书中代言 哎 每个盘中啊 有曾国藩给准备的川资路费五百两 哎 银票啊 这要是银子 那可笑了 哎 这说书的要说是白花花的五百两银子呀 那可不老轻声的 这郑敦锦呢 也没碰这个托盘 也没伸手接这个托盘上面这块红布 冲曾国藩拱了拱手说呀 侯爷 你我同殿为臣又何必如此呢 避嫌 我呀 还是不拿这个托盘里边的银子好 这曾国藩呢 也没在客气 看着这个钦差以及从人上了船之后 逆水而行 往京城方向驶去 钦差大人的官船逆水而上 很快呀 就到了青江浦了 这是哪啊 江苏省的中部 现在呀 回安运河一段 郑敦锦呢 就叫来了自己的两位亲信 就是这个满郎中伊勒通哥和这个汉郎中严氏章 他说呀 你们二位呀 回京吧 回京交旨 我不走了 我病了 我要回家养病 这伊勒通哥说 大人呢 这钦差办完差旨之后 不回京交旨 按大清律 可是死罪呀 这郑敦锦笑了笑说呀 死罪 我也要回乡养病 不再去京城了 我的两个家人呢 和你们一起回京 到刑部交了我的辞城 至于怎么处置 那就听太后 听皇上的吧 这严实张凑合来说呢 大人别人问起来 我们怎么说呢 这郑敦锦看了看他呀 只说了八个字 内疚神明 外残轻易 哎 说实话 到此处我就应该一拍小木头 张文祥赐马案全篇结束 多好的结尾呀 结在这八个字上啊 又对不起心 又对不起神 又对不起人民群众的 这八个字啊 用在这儿 完全能体现出 郑敦锦当时的心境 所有说书的说到这儿啊 都是这么说 可是我跟您说实话吧 这八个字实际上 是那曾国藩说的 可是这传闻不都是假的呀 这孙一言就在这个 马心仪的神道碑上 这么写的 他一语就说出了 审问张文祥时的实情 他说贼汉且就 非酷刑不能得失 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天下呀 沈张文祥的时候 没用行 至于为什么 天下的众名工 你们自己猜去 书至此处就此完结 还望您呢 又是喜欢的话呀 能够长按点赞 转发呀 给个评论 要是能投个币什么的呢 我就再给您拘一宫 得嘞 咱们下回再来呀 要开 新书了